在未來半年左右 將有第二波跟第三波的罪行撮銷公告 在今天這個非常具有特殊意義的日子 在這裡我請表達三點 首先我要對所有在 長期在戒嚴體制下 為臺灣民族自由 連前有奮鬥犧牲的所有前輩 以及家屬代表 不管他們今天是否在場 也不管他們今天是否在世 他們所累積起來的 所代表的臺灣精神跟臺灣價值 表示深深的敬意 第二 今天處轉會罪行撮銷 公告儀式的這一小步 希望成為我們國家推動轉型正義的一大波 我在這裡預告 在未來半年左右 將有第二波跟第三波的罪行撮銷公告 總年數將達一萬人左右 第三 今天這個儀式是處轉會 在非常有限的時間 所展現的團隊表現 謝謝所有工作人員的辛苦 謝謝他們的辛苦 是不是請我們所有來賓給他們掌聲鼓勵 給處轉會溫暖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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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